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第一次的曼聯Team Talk 固自然這條Team Talk,我們就用軟件叫Team 但更加重要的是,我們會有一個團隊 幾位朋友一起去談一些特定的題目 這次第一次的題目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中場的最強組合,何時才能見到 首先介紹我們的出場陣容 首先,Joey會幫我們做主持 Joey,你好 好,謝謝各位大伯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主要有三個主題 首先就是我們的曼聯中場有什麼選擇 我們的軒仔會先打頭陣 其次就是我們的最強組合的相關數據 那就交給你大瓜 有什麼辦法就交給AC和其他人混合一起說 好,現在先把球交給軒 你好,大家好,我是天913 剛剛今天8點的時候 曼聯就抽了歐霸杯接下來八強的對手 大家都知道我們又在第三度 對西甲球隊西維爾 對三線作戰,加上我們貴宗的雙兵問題也很嚴重 今天所以我們的題目就是討論一下 我們曼聯中場最強的組合 什麼時候會再可以見到的 首先我就就我們曼聯中場球員 分開了幾個Tiers來講的 方便各位觀眾會清晰一點 有個清晰一點的概念 首先呢,我會講一下Tiers寧 Tiers寧,我會將他定位了是必然正選的球員 分別有三個月球員 就是班奴·菲蘭迪斯、哈斯米勒和艾力神 首先講一下班奴·菲蘭迪斯 他剛剛就今年續了約 合約將會到2026年 有關他的詳情呢 其實上個星期都講過了 現在班奴是我們球隊的副隊長 也是我們球場上的撤打的正誤選 進攻中場和我們的戰術核心 很多時候死球、角球和十二馬都會交給班奴去處理 至於想詳情知道班奴·菲蘭迪斯的情況 那就麻煩聽回我們上星期 我們曼聯邦友說的那兩集節目 那天仔厲害了 幫我問完廣告 厲害 沒錯 沒聽的就聽回 如果聽過的話 聽多次都無妨 之後呢 我就會講一下卡斯米勒 卡斯米勒 我們今年新加盟的球員 都是2026年才滿躍的 但是很不幸 他之前在西甲打滾這麼多年 都從來沒拿過紅牌的 但是來到英超可能 受著我們英超球證 這麼高水準的執法 那就很不幸 一季又拿了兩次紅牌了 這樣第一次呢 他就停了三場的 而最近呢 再拿紅牌呢 就因為在一季裡面 拿了兩次紅牌 這次會面臨著四場的 本土聯賽和杯賽的停賽的 那接下來呢 他去抓總杯對富咸 4月2號對劉卡蘇 4月6號對賓福特 和4月8號對埃華頓 這四場賽事呢 他都會停賽的 那暫時 如果一些延期 延期的賽事 沒有進一步消息呢 那麼最快呢 我看賽程呢 他都會 在接下來四月中 四月十六號 我們曼聯作客 森林的那一場 才會出場的 軒仔人 不好意思 補充一點 因為我上次講加斯美路的 資訊是 to be exact 就是說他沒有試過 直紅 但是一來到英超 就連續兩張都是直紅的 OK 謝謝 是啊 上場見過他拿直紅 就是想哭 就是 他真的哭了 他真的哭了 是慘的 不過就 這個就不是今天討論範圍 我繼續討論 TX0的級別 最後一位就是艾力神 也是今年才加盟的 他合約到2025年 不過呢 因為之前季中的時候 嚴重受傷 那暫時早兩天有消息 就坦克格在記者會 就說他可能四月左右 會復出的 那樂觀點看 就可能是四月頭復出 如果不樂觀 就可能四月尾才復出的 那計算操練 啊 復操啊 操起狀態啊 那我想都最快要四月尾 至五月頭才可以復出的 那配合回卡斯米露的停賽呢 那我們暫時曼聯的三位 中場的正選球員呢 最快預計都要四月中 才可以顧劍重逢 三劍合逼的 那如果是 艾力神的狀態 沒有操得那麼快呢 沒有操得那麼快呢 那就可能要 球迷要再等久一點了 要五月頭才可以了 那之後呢 我就會說一下 下一個T.S.T.R.1的球員 那為什麼定位他們是T.R.1呢 那就是他們其實都有實力的 又或者上一季 某些球員都在球隊做正選的 但是就因為今年有 卡斯米露和艾力神 這兩位這麼高質素的中場球員加盟 那他們就會 變成了我們一個輪換的中場的替堡了 那首先第一個呢 我就會說了 我們貴宗先家在拜仁無尼克 借用加盟的薩碧莎 我們暫時都很期待的 主要為什麼要借薩碧莎回來呢 就是因為 艾力神他貴宗受了重傷 我們最後球會在轉會槍臨關的一刻呢 就借薩碧莎回來 不過呢 暫時他上陣的時間不多 雖然上陣時間不多 但我們看到他下場的時候呢 他明顯的質素啊 視野啊 大局官呢 都是比另外兩位中場球員 滑湯和肺特是高的 不過因為上陣的長數啊 時間都不是太多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後備上陣 那暫時呢 給了我們參考的數據呢 就不夠說服力的 那至於下一季會不會買斷呢 都暫時還是疑問的 那我的建議呢 就是如果可以在三千萬至四千萬英鎊 可以在拜仁裡買到呢 那就可以嘗試一下買斷他的 那之後我就會說一下肺特了 肺特呢 就2024年約滿 其實本身今年已經約滿的了 不過球會就啟動了他一年的自動續約條款 那肺特的優點缺點都很明顯的 很勤力啦 活力很高啦 覆蓋範圍很大啦 但是作為一個巴西球員呢 他的個人技術啊 視野啊 傳球呢 就真的認真一般的 好像昨天那場對貝迪斯 他雖然也殺了很多球啊 集了很多球 但是你見他很多時候 剛剛搶完那個球回來呢 這頭就面對面交失了 那他是一個令我們球迷 萬聯球迷 又愛又恨的球員來的 愛他就是 啊 一出他就好像 整個中場的活力會很生啊 但是恨呢 就是啊 他一拿完這頭 就整天助攻給別人 真的不知道好生氣還是好笑的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麥托文尼了 其實麥托文尼和肺特呢 上一年都是搭著 布奈奧菲蘭迪斯三個 做我們萬聯的正選球員的 但是今年呢 啊 麥托文尼季初都 很多機會做正選的 但是 隨著卡斯米路 漸漸融入球會呢 他的能力啊 級數 始終都是比麥托文尼高出 兩班都不止的 那就開始 麥托文尼漸漸變了 做一個 排名 出場的排名 還比肺特後了 還有 近幾年他的進步幅度都不明顯 甚至好像有少少退步的跡象 那 近幾場後面都有出場 那我自己就覺得他中規中矩 沒有什麼失誤的 但是也沒有什麼亮點的 那雖然又不會像肺特一樣傳失波 但是感覺上又是穩穩陣陣 但是又好像沒有什麼貢獻 但是又沒有什麼失誤的球員 接下來呢 就會再講 再下一個Tiers的球員 Tiers Tiers 其實也 有點特別的 因為這個球員 是唯一一個球員在Tiers 那他就是雲迪碧克 其實論實力呢 他就沒有理由比肺特和麥托 論天賦呢 其實他初初加盟呢 我們所有曼聯球迷都對他寄予厚望 是想著他跟班奴啊 普巴三個可以三個技術型的球員 形成我們三個中場的三核 雙核的運作 但是可惜事與願為 不知道是因為英超水肚不復啊 你說他自己本身有黑仔 整天不斷斷續續的傷患 令到他一直都融入不了球隊的 那現在到很多曼聯的球迷 在等了他兩三年之後 兩三季之後 都開始覺得 不如算吧 他好回來也不知道能不能踢回 因為他這次的受傷都挺嚴重的 我記得差不多有 對方的球員 整個人坐在他的膝蓋 整個膝蓋是咬到另一個角度那邊的 看看他接下來好回來之後 我們的領隊會留他 繼續給他一次機會 定義說乾脆直接斬籃賣了他 之後我再說一下Tiers三的球員 這個Tiers主要是我們陣中一些很有潛力的年輕球員 因為是蝙蝠所限 有胖胖親觀眾 我暫時今天只會說一些還在陣中效力的年輕小將 即是在餘下的球季還有可以幫忙的球員 麻煩你 是的 譬如一些借走了的已經季中 或者季初已經外借了的球員 好像康尼拔 沙維治 小沙維治 或者亞密迪亞路那些 因為外借了 今天的蝙蝠所限就不多說了 我們這些年輕的球員 我暫時想到有三個 有一個是文老 明愛 有人叫明愛 喜歡怎麼說就釋除尊便 自從季中之後 看到我們的領隊坦克對他越來越記越厚望 出場的順位已經超越了他的師兄 斯丹仔和沙維治 小沙維治 也都因為他的崛起 令到沙維治貴中已經被人借走了 另一個他的師兄 小斯丹 本身季初都有時候會有些 後備上陣的 但是自從明內的文老的崛起 斯丹仔都越來越少上陣機會的了 不過始終他們兩個都很有潛質 我的意見就是上陣觀察 但是短期要他救忙 在英超幫他們站出來幫球隊 拿成績 拿分數 應該都還沒幫到手 另外一個呢 還在我們U21的 被譽為挪威神童的艾森漢神 那也是很有潛質的 但是暫時看到坦克對他都不太入到坦克發眼了 暫時都還在U21奮鬥 暫時都還沒想一隊操練的 都略略提一提就不說了 那最後有一個年輕球員的名字 有些僑口 那有師兄就告訴我他的名字 亦做 叫什麼 Gabriel嗎 你在說 是 我幫你找 或者我姑且暫時叫他做加拿比 你可以叫他Eton Eton Eton 是的 他的天賦似乎能力上 潛質上比艾森漢神更低 好像傳媒都沒有提起過他的 還有我留意過他的約 今年季尾就已經約滿了 我估計球會都會讓他自由轉會離開 不會和他再續約 不過這個當然我個人估計 最後 保重 他叫做高柏瑞 高柏瑞 明白明白 高柏瑞 說了三個Gias 最後就說一些 可能做替攻 又或者其他位置可以幫忙頂一頂中場的球員 首先 我們之前坦克都試過用我們的域赫斯 或者安東尼 甚至新組這些逆風或者前風的球員 而去打一個攻中位 去幫忙一下 班奴的體能付出 或者分享一下出場時間 另外 也有師兄會建議把一些我們陣中的後衛 轉去上一格 踢一個防中的位置 之前也試過在一些英超的比賽上 連迪洛夫試過頂一個防中的位置 效果如何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一般 見仁見智 又不是特別好 又不是特別差 另外 陣中有一位馬天尼斯 雷辛到馬天尼斯 之前未加盟萬聯的時候 在阿積斯跟我們現在的領隊坦克 也試過踢防中的位置 但是來到英超之後 可能因為一些對抗性 或者他的身高所限 暫時在英超他就沒有試過踢防中的 也要看看我們的領隊 會不會因為現在中場的兵源短缺 會大膽再試一下馬天尼斯踢防中 我暫時的簡介就到這裡 先交給其他師兄 好 那不如看看有沒有人想補充 或者任何東西想說 那我補充一下 請Joy 其實我們陣中 我會覺得其實 如果拜利好回來 我覺得其實他踢防中也挺適合 本身因為他都是一些比較落腳多的球員 其實他都是一個令我們又愛又恨 雖然12萬也有 但是雲比沙卡的籃子也有 我覺得其實他踢前一甲 未上一件好事 我覺得其實如果他傷好一點 很少下跨回來 如果還沒買到人 即是迪裝那些 還沒買到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以暫時做一個 算是清道夫的角色 即是一個拖後的角色 當然他的傳播不是好 認真他的傳播不好 當然比麥加雅更好 不過我們今天就勾了詩 因為我們主要是討論餘下的菜櫃 不過不要緊 這也是一個提議 就是他回來的話可以踢下防中 馬拉斯亞其實也是一個選擇 因為他自己本身都會踢開變形系統 他一上場就一定會收入中間 然後調球出去 其實我覺得他踢一個防中也適合 因為他本身不是高 他基本上可以說是矮 他就會靈活一點 其實一個防中的適合是非常重要 所以費特才禁 他算是一個所謂的隱藏功臣 我覺得馬拉斯亞踢一個防中 他的比球是OK的 他有頭腦的 但他有時候有一點點欺負 是 軒仔是嗎 軒仔 是啊 是啊 想講講 周二講拜利的情況 因為他現在借了給馬賽 他是有強制買斷條款的 那只要馬賽來季可以 踢到歐聯 那他就要買起拜利 那是用一個6M相對低的價錢 那我剛剛看回法甲聯賽 現在馬賽是在排聯賽榜的第二 那法甲也要退了 即機會大 是啊 因為只要有前四 那法甲應該都是頭四隊的 法甲球會都可以來季有歐聯 那我看回第五的雷恩 就只有47分 那馬賽現在就排第二有56分 第一就是巴黎聖日爾門66分 那照計馬賽就不會為了省六百萬歐羅去損失 不可能 不可能 說笑 千萬歐羅的歐聯收入 那基本上就賣硬的了 最多打完進去之後 發覺看拜利不順眼 覺得他常常再借給曼聯 都不奇怪 不過我相信 如果他脫掉他 都一定不會再借他了 那暫時我補充是這麼多 多謝你這個資訊 我覺得非常有用 有沒有其他朋友 在這部份有話想說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部份就來到這裏了 好不好 多謝各位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節的曼聯Team Talk 這節就是我們第一個題目 《何時再見》 《萬聯》中場最強組合的第二部分 在第一部分的時間 阿軒仔和其他幾位朋友 都已經一起討論了 我們《萬聯》究竟有什麼 中場的選擇 以及簡單的說 基本上以我們現在的資訊 什麼時候才有機會 我們卡斯美路 《萬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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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再加多一重東西 就算S即是後備入堤 後備入堤都計算了 即是他們三個一起參與過同一場波的華 究竟那個效果是怎樣呢 大家就看到了 多了些當然 大家記得了 卡斯美魯初初來到的時候 連續後備入堤了四場 艾力臣也試過有一場後備入堤 應該是輪緩的 結果如果有參與 包括三個一起同場 上陣可能有些是後備的話 總共有十四場波 贏都是十一場 和就兩場 輸了一場 那個勝出率跟他們三個去正選都一樣 比起我們整個英超的比賽 真的高了二十幾個% 另外打和就少了 輸了一場 所以都是 就是有七個% 但是都是少過 整個英超的26場 也都看回了 我自己 就想看看 究竟對著BIG6 或者一些比較強隊 究竟他們的效果是怎樣的 對於如果他們是強隊的話 即是我們有三個一起參與的話 就是他們有幾多 一二三四五場的賽事 包括兩隊萬城 一場就對阿仙奴 和熱刺 和車路士 發覺其實 如果他們一起參與 對強隊的效果 都是不錯的 因為贏了三場 和了一場 即是我們贏了熱刺 萬城 和阿仙奴 和阿仙奴 的第一回合 但是 輸了給萬城 六比三 三個場 他們三個都有上陣 不過 班奴和阿力辰正選 而卡斯美魯 當時初初來到 只是後備入堤 這樣的情況 所以 自從卡斯美魯 正式成為勝選之後 如果他們三個上場 對著BIG6 其實效果是不太差的 但是 我們就不要 不要考慮他們三個 就當作 所有的BIG6比賽 又看看效果是怎樣的 沒有了三個 不一定是三個一起出 因為 對著BIG6的比賽 我想 有些比賽 都未必是 有他們三個 例如 對利物浦贏二比亞 當時 卡斯美魯 沒有機會上陣 因為時間上早 好像還未來 所以 麥湯頂了他的位 其實也贏過利物浦 而 贏阿仙奴 聯賽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 其實也是麥湯頂著 當時 卡斯美魯都只在後面入梯 但相反 對曼城那場 都是麥湯、艾力神加著BUNO 但結果 就輸6比3 所以 而劉卡蘇那場 就是 有卡斯美魯 有 BUNO 但是 找了費特去頂 結果只能打和 所以功力上可能差一點 不少 同樣的中場組合 對著一次就贏了 但是 車路士和 是唯一的一場 他們三個都是正選上陣 只能打和的一場賽事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他們三個 同場上陣 或者正選上陣 都是 在不少的比賽 英超比賽 真的能提升到 我們勝出的 百分比 真的好像有些效用 另外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我也想趁這個機會 就講講 我們在中場的配搭 看到一些坦克的軌跡 亦都可以看到一些 坦克究竟在做什麼 在每個時段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了 卡斯美魯就未加盟 所以來說 BUNO和艾力神 基本上 只要他們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場球他們都在正選上陣 都是個鐵膽來的 當時來說 其實季初 很多場都是拍著麥湯的 所以我們當初 我覺得卡斯美魯的位置 如果買不到卡斯美魯的話 就是麥湯先頂著 其實這個想法 是絕對可以見到的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25號的新組 其實很多時候 貴初都很多場上陣機會 不過就不是打中場的 是打左右 左或者右的進攻那方面 而雲迪碧也看到的 初初幾場 嘗試給他後面入提示 但結果 就不理想 一直都沒有出一段時間 去到中段才出回 中段為什麼出回 雲迪碧呢 可以見到的情況 就是 其實 中間有一段時間 艾力神 和卡斯美魯 卡斯美魯看得好 中間這一段時間 其實基本上都是他們三個 出光 除了某些輪胖 就找了阿費特之外 但是 去到 艾力神 開始受傷 之前那一段 曾經 曾經試過 找雲迪碧 出來 頂過一下 班奴那個位 所以 其實 雲迪碧 真的有點不幸 我相信 班奴的位 第一選擇的 就是看來自雲迪碧 當然 近期也嘗試 新組做這件事 所以 大家在這二十幾場 英招賽事 一路看回 trend 你就看到 其實 坦德 嘗試 一路試 一路踢 是每個位置 都找締補 很明顯 卡斯美魯的締補 很明顯是麥湯 而艾力神的締補 應該是 現在 他受傷後 買回來的 雜必沙 但當然 之前的話 我相信 阿費特一定程度上 都會代艾力神 而 班奴 其實坦德的計劃 他的締補就是雲迪碧 但很可惜雲迪碧也有重傷 所以現在的結果 就是 暫時可能找新組頂 但未有一個實際上的人員 去直接作為他去替譜 所以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 為什麼班奴這麼累 都一路一路要踢正選 除了說他自己本身很喜歡上陣之外 除了他現在當麥加亞沒有出 他頂著隊長位之外 其實我相信一開季的時候 坦克的盤算 都是打破了 因為雲迪碧的受傷 加上 原本可能的第二替譜的 艾力神也受了傷 結果他就要找到第三個 可能是新組 才頂到班奴的位置 所以 餘下的賽季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新組沒有事沒有幹 左右兩邊不需要盜用他 因為現在左右兩邊 反而真的都不少選擇 右手邊可以是Anthony 現在這兩場打得不錯的帕利茨 都可以頂到一下 左手邊就有加拿祖 現在受傷 不知道自己遲得回 但是還有福仔 說真的 如果馬克思可以踢得的話 他都可以幫忙踢左邊 所以左右兩邊 反而我們有很多人 所以坦克沒有辦法 用到他的第二選擇 即是班奴的第二選擇 新組去幫忙頂班奴 又或者如果艾力神康復 之後 而阿菲特又踢得起的話 可能艾力神就頂班奴的位置 這樣也是可以 所以 我們從這個研究 我做完這個看法之後 因為很多時候 我經常說為什麼不用數據 就是因為 有時候想找一些 用數據去證實你想的東西 是對的 我自己覺得有時候會被迫 但是我這次不是 尤其是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說他們最強組合 是不是真的 真的令到球隊踢好了 其實我也有少許這個方向 結果Final出來是真的 但是剛才看回坦克的中場配搭 一直尋找中場配搭 以及如何尋找到每個位置都有看譜 看來真的是這樣 因為這個是我初做這個study的時候 沒有想著做的一件事 但結果做下去就見到這個trend 所以來說 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是類似見到這種情況 或者你們又會不會有些 另類的數據 可以反映到我們中場的情況 無論如何如何都好 這個就是我 一個出於原本 就是看看我們最強的三位人兄 搞成怎樣的情況之下 就做出了一些數據的見到的跡象 說真的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數據可能顯示到一件事 但又不代表一定是對的 所以 無論我們數據反映出來 如何都好 坦克的想法 如何都好 最後第三節 我們和幾位巴友 就會一起 談談 究竟 我們的 有什麼辦法呢 希望大家敬請留意 今節就來到這裡 再次講句話 不好意思 因為我做得太遲 功課 所以這一節就是我的讀腳器 沒有其他巴友的參與 今節就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心收睇 記得看第一節和第三節 拜拜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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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聯的team talk 第一次 第一個大題目 萬聯的中場最強組合 就來到第三部份 這部份講什麼呢 祝贏 這部份我們講一下數據 我們先介紹一下出場陣容 今天就有我的大巴 有我的軒仔 有我們的數據band 有AC 還有CAPS 我們現在將時間交給數據band 去講一下我們的歸中場的數據 大家好 各位包友 我們來看看 其實我們現在三個 歐洲賽 杯賽 我們其實最主要都是在踢4-2-3-1這個陣式 我們先講一下聯賽 我們其實出了23次用4-2-3-1 還有呢 有兩次就踢4-1-4-1 還有一次的4-2-3-3 我們普遍來說 我們4-2-3-1來說都挺好的 都贏了15次 和3次 輸了5次 入了39球 但是被人入了32球 其實所以來講 現在最慘的是 我們這個陣式 現在都是大家去替補 因為始終我們出不了最強三人組 沒有辦法 這件事始終 卡斯米諾又要停賽 艾力森就傷了 現在剩下Buno 其實最主要是他的鐵膽 其他那些都可能要為了他們而變陣 變了4-1-4-1 或者是4-3-3 是的 現在最主要呢 現在在想就是 會不會我們怎樣去轉好陣容呢 去轉好球員 去幫一下怎樣 compare 怎樣去維持我們這個最強三人組的陣式 還是怎樣呢 交給其他巴友 各位巴友大家好 我是A師 沒有辦法 卡斯米諾停賽 艾力森又受傷 小弟又想了幾個方法 首先說回 熟這個防中委的最佳人選 小弟就覺得是馬天尼斯的 被生到馬天尼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這個亞直市 跟過坦克 跟著他曾經都踢過防中的位置 表現都上可中規中距 跟著他踢完防中位之後 跟著就改造變成中堅 那個成功大家都有目共睹 由於我們的中場 防中方面 人手就比較短缺 直直 和可以立刻解決到的問題 那我就 一定首選是馬天尼斯 跟著他退了上來之後 跟著那個中堅委是怎樣呢 中堅委 因為之前坦克的陣式 都試過用 蘇爾打中堅拍馬拉利 效果都見到 都不錯的 都有一些clean sheet 那些成績單出來的 那就沒辦法了 就唯有是真的 這樣暫時頂一頂先 還有這個後防 就是最穩陣的小弟這樣說 左邊都是用這個 馬拉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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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我就比較喜歡 雲比沙卡 這四個後衛組合 就是叫做最 执無可执 和防中位叫做最完整 另外我們看到第二點 剛才那個就是第一的想法 這是第一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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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想第二的想法 第二個想法 就是三中堅 就可能會替補 是不能主攻 那意思 那我就想後面 就想三個中堅 那我就一定是華拉利先 那中間一定是李辛道 馬天尼斯 那我右邊 那大家不要怪我 我一定會用華拉利的 那為什麼呢 那因為中間呢 這個馬天尼斯 在那裡 右邊是 沒有說 密密宋 那為什麼要這樣回答呢 就因為他 馬天尼斯 他有個好處就是什麼呢 因為矮 他有速度型的 那雖然有兩個高大的中堅 在後面 就是比較可能慢一點 但是他可能那個速度 位置感 可以補回他們的弱點 那這樣的組合 那三中堅這個組合 就比較穩陣一點 那另外 那可能再打多兩隻翼 就是叫兩邊翼 Wingback翼衛 Wingback翼衛 那一邊就是用這個梳爾 那另外一邊都是用魂美沙卡 那如果對手進攻 看到可以字 如果進攻方面 如果對手是攻我們右邊的 那所以呢 就踢上一點點 那補回他的左邊 那另外如果對手攻我們左邊的 那魂美沙卡就 就是踢回防中 就補回右邊 那就暫時 就是這個 就是我在他的手牌上面 我幫他想 這個叫做 權移之計 那就可能 未必是這麼好 但是 其實 在貝迪斯那一場 那 有 馬天尼斯在我們密密宋身邊 其實可能那個安全度 或者是 可能我真的覺得密密宋是慢的 但是可能 我們 馬天尼斯可以 利好他的不足 那就可以 可以掩蓋 我們 密密宋的弱點 就是慢 就是這樣 那跟著 第三 那 如果真是說 真是要四二三一的話 那 迫於無奈 我也是這樣說 用密湯夾 那 密湯始終是防守性偏重的球員 那 那 這期熊人 那 為什麼我不用薩碧莎 其實薩碧莎的功能和廢特都是一樣的 那 又是說那件事情 那 最近 叫做 踢順 或者其他東西 其實我 偏向 如果是用薩碧莎 都可以的 就不一定用阿 因為 本身 阿 其實 這個 那個 叫做 卡斯米魯 就會比較好 那 如果這個 新的組合 密湯 可能 這個 薩碧莎 可能有另一樣 那個化學作用 那就要看回 當時 對什麼球隊 那 我今天 這三個 這樣的見解 就是 可能在這手牌裡 用到盡 或者其他東西 那就看一下 交回其他 又看有沒有 相關的 更好的意見 那今天我分享 是這麼多 謝謝 好 那 在座各位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因為 我想 現在來說 就 A師 已經給了三個選擇 首先 大家如果對這三個選擇 有什麼想法 可以舉手 另外 如果有第四 或者第五個方案 我們都要去舉手 那 軒仔 怎樣 暫時 如果你想想什麼 新的方法 就真的未想到 不過就是點評一下 或者 不要說點評 給一些意見 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他的意見 那首先 第一個說 找馬天尼斯頂防中 那 因為坦克其實都很熟 馬天尼斯 那他之前 很多年前 即是賣了滴裝之後 沒有新的防中 他都是找馬天尼斯頂過防中 半季左右的 那為什麼來到曼聯之後 就一搶都不給他呢 那我估計坦克可能都評估過 馬天尼斯的對抗性 身材 又或者去到英超 的節奏這麼快 他可不可以勝任防中 那這個真的有疑問的 因為始終坦克一定會 屬馬天尼斯多過我們 那他以前都用開他 踢過這個位 但是為什麼過到來又 不用呢 有他的原因的 另外也有時候說過 你如果找馬天尼斯頂防中 那你又叫麥康 廢特 薩碧莎 那個面子擺在哪裡呢 那有三四個正規的中場中 你不用 你寧願找個替工 那馬天尼斯頂完防中 然後又要找蘇爾去頂中堅 然後馬拉西亞又再下左閘 那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本身他最適合的位置 你不擺 要這樣補來補去 始終都是十個煲九個蓋 那可能有時候 一時不適應 亂了 那可能問題會更大的 因為你又不知道其他廢特麥康 薩碧莎的心會怎麼想 你寧願讓他出 你也不讓我出 好像昨天貝迪斯那場 其實正常的中堅出場順序 應該都是連迪諾夫達 馬天尼斯 輪都沒有輪到麥加亞 那為什麼又出麥加亞呢 但是又劃分兩頭 如果你擺一個正隊長 你首回合已經贏了4比1的球 對面西格球隊的速率又不夠 已經超快 你連昨天那場也不出麥加亞正選 那他真的以後都不用出了 那這個是我對第一個方案的少少交流 少少意見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 三中堅主不主攻得這個問題 就真的很辛苦 哈哈哈哈 這不是我們討論範圍嗎 是的 那可能也要突破一下足球理論 雖然阿坦也喜歡主攻 是的 正經發言 那因為 紮時之間 4 2 3 1 好像剛才數據班都說過 我們今年踢過三個陣式 分別是4 3 3 4 2 3 1 和4 1 4 1 那從來都沒有踢過三中堅的 那會不會怕我們這些球員 的佔術執行能力 或者理解能力不是真的那麼高呢 因為有時候 譬如可能換了一個人 無緣無故撒碧沙出來夾個麥加 都已經有時候滾水六腳 手忙腳亂 有時候明明上半場見開華拉尼 和馬天尼斯好地地的 有時候贏球70分鐘 換個麥加亞出來 都嚇到我們禁止了平安鐘 那你本身的球員 踢回大家一直踢開的4 2 3 1 4 2 3 1 那只是換過人 有時候都已經亂過家人 那紮時之間說要轉三中堅 不是不行的 可以試 但是你要找一個很合適的時機 譬如櫻超四場之後 對森林 對一些真的很弱的球隊 因為接下來我們足總盃 都已經抽到富咸 富咸今年都很晚來的 就是已經不是季初了 我們沒有聯賽杯足總盃 可以對著一些英冠 英甲 英閣的球隊 有空間給我們試 還有我們的前四 我們有利物浦上來 上一場都好像贏了 跟著車路士歐聯 又堆倒了多蒙特 其實大家都開始站穩的 這幾隊 那英超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空間 給我們去做實驗呢 那我有些疑問的 那可能最後都是要還原基本步了 等一下 補充一點點 我們的確沒有整場打到三中堅 但是某些時間我們領先的 坦德都試過換一些中堅出來 就是打一個疑似三中堅 不過時間真的很少很少 不好意思 繼續 還有那個情況已經是去到 不求有功但求無果 因為你是在領先 你才換三中堅 因為你領先才不用主攻 主手 那就不用突破這個足球理論 好 第三個 我看到CAPC也具有受益 如果用加密湯肺特 就是一個最穩固的方法 但是就 但是他們兩個的波底 大局官 大家對了他們兩三季 都有目共睹 他們兩個 沒有大哥在旁邊提著搶 基本上他們兩個都是亂鬥亂的 那可能這方面就等下CAPC 他戰術那方面會比我熟悉 聽一下他的意見 你好 你好 我今天想說關於馬天尼斯的 為什麼坦克不用他做奉裝委 我的感覺是因為 因為 效縫 效縫 效縫中堅的 出波能力 其實除了馬天尼斯之外 之外 其他的其實 都不算很高 之後因為 我們門將 迪基亞的 容波能力的問題 所以 所以坦克更 以重 馬天尼斯在後場的 什麼 的幫手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要靠他 很重要 是 因為 就算連 華拉尼 其實他的出波能力 他的推進能力不錯 但是他的出波能力其實都 中規中矩 不算是很出色 我覺得他 他不是很 他相信馬天尼斯 多於蘇爾 所以 所以他 所以他寧願用 林德諾 去做逢中 都不用馬天尼斯 這個是我覺得 那個原因在這裡 至於 三中堅來說 暫時沒見過 之後 因為三中堅來說 中長 就剩下兩個逢中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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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 逢中的 工作率其實都 要求都幾高的 但是 要做的事情 比較多些 工作比較多些 在逢中 所以 所以 我們 只有 Casimero 一個之外 我覺得 都不算 太適合 一個 三中堅的 陣營 Casimero 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反而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雖然說 踢4 2 3 1 但是 我們進攻的時候 其實後面就是三個後衛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 雖然我們不會是 整場都是三中堅 但是 一定程度上 當我們 拿到主動權 去主動進攻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在做類似 就是一個三個後面的 back free 可以這樣理解嗎 嗯 他們 有些人 叫這個 叫 矮三中堅 對 矮三中堅 就是 好像 之前有 Ericsson的時候 他就會 退後 去接球 好像 Frankie Dion 也是 在做類似的角色 沒有 Ericsson的時候 就 Casimero 或者 德洛 德洛 在右邊 退後 形成一個 三中堅 的 陣營 然後 被 另外一邊 的 集位 推上去 所以 變成一個類似 325 的 陣營 多數是這樣 嗯 所以其實 有話想問你 問你一句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三中堅 可不可以 主攻到 三中堅 主攻 我覺得不是說不行 但是 大家的 全部球員的 怎麼說 那個 流動性 流動性 的要求 就會特別高 因為 他們要一直 换位 一直换位 好像 其實你看那個 那個 我覺得 我覺得 現在 萬聯 球員的 勁力 來說 就 不到那個 程度 好 明白 明白 謝謝你 Caps 那我們 交給Howard 那 其實 我自己 聽完 說 其實 那三個中堅 我有沒有想過 後面 麥湯加 費達 跟著最前 那個 沙沙肥 我想 一個事情 萬一連班奴都出不了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但是連班奴都出了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萬一班奴受傷 或者紅牌不小心 下場只剩下三個磅 中堅 你會怎樣擺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我剛才說過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 touch wood touch wood 大家就是touch wood 就是打算 海航沒有辦法 海航沒有辦法 海航是職業病 那你說 就是這樣 那有什麼辦法 我覺得 如果這樣情況 張夏三十 他擺在十部位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 三十部位不擺 他回房 有時候好像普班 是慢一點的 他回回來是慢一點的 比平常 除非釘死 除非好像以前那樣 他就很明顯告訴你 那些 伴府要懲罪 要你幫忙 頂房東 他就會自然去頂房東 但是他回回來是慢一點 不過幸好對手弱 就沒什麼 那時候 剛剛撞了幾場主場 這樣 反映 他現在就說 現在香港四場 停賽 我第一次想到 萬一 萬一 要討論 真的 連出的時候 如果張沙特被擺在 10號 找個效果 會怎麼樣 我跟著再想到 如果這樣 有一個好 有一個事情 我覺得 迫搶出來的效果 可能會更加 如果尤其對著這幾隊 對著這幾隊 對著那幾隊 有兩場主場 起碼我覺得 那幾場主場 我先開一下 不好意思 那兩場主場 有兩場主場 有兩場主場 我告訴你 他喜歡打那些 高級大棍 防板 你逼他 有用 我反而這樣想 另外 我再想一個 一件事情 就是 接下來那幾場 我拆了一點 說 富咸 我反而現在 不是很擔心 上次阿仙奴 贏了他3比0 阿仙奴就參考到 李物浦怎麼對付萬月 他怎麼對付 因為富咸 都是打4231主攻的 所以 我反而 我不要害怕 我們有些人 直接對付富咸 所以就算沒有了 阿豐虎 我就不會害怕 反而你擺回 麥桑奎 阿布奈都OK的 最重要 就是 阿馬丁尼斯在後面 震到後防 所以你們 有朋友說得對的 阿馬丁尼斯 放在後防 主要撞架 萬一忠實力不夠力 還有一個自由忠 好像自由忠 保飛 去撿 那些問題 如果你放在梭爾 那個效果就差一點 雖然把馬丁尼斯上去 但馬丁尼斯上去 再穿下去 那沒有一個去保飛 所以 馬丁尼斯 我覺得 塔克放在中間 是一個最後的 一根草 就是說 最後那條防線 你脫掉這條 就沒有了 這樣 我個人個人看法 講完 講完 好 那就交給A.C. 停 為什麼我又要用馬丁尼斯呢? 其實因為看這幾場 就是十幾場 其實他們谷得很上 就算薩碧莎 阿Fred 阿布奈奴 其實從攻轉手那一刻 他們回不來的 然後另外你找哪個 阿韋賀斯 就是韋賀斯 就是韋賀斯 又是 推倒你 他人又高 我只是勤力 但是回防真是慢 所以迫於無奈 經常都是這樣說 你只有一隻棋 要擺哪個位置 就是我都不想擺 所以擺中間的 你的問題是 由攻轉手那一刻 那個速度 你真的不夠那些快 就是有板給你看 你看幾場的人在那裡鬧 為什麼 就是好像 不回去防守 防守得太慢 人家的把握力不好 如果人家那些 真的強對把握力好的 你回來這麼慢 人家打1、2、3 接著就搞定你了 所以我就是最保守 我寧願就是 把馬丁尼斯 退上一格 做一道屏障 就是叫防止人家 打一個快的反擊 就是寧願用梭爾 退到中間 打中堅 我都不想說 就是好 你中堅 然後前面的防中 你根本 麥湯說真的 又不是很穩 Fat 他瘋了上去前面 去到真的打攻中 我和薩碧莎 兩個都在前面 全部都走上去 人家一打一個 就是快速反擊的 有幾多個在那裡 如果我就會這樣看 所以我才有這樣的決定 那我就 是這麼多了 謝謝你 好 明白 好 有請阿Ben 大家好 剛才我都去查 我們其實踢三中堅 講回之前 三中堅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主攻為九 那時候呢 我們做了一個overload 是說著 看下這個中堅 配置是什麽 如果我們 用完比沙卡 我們反而所以就會 放了上去 一個中堅 或者是 一個防中的位置 就是整條防中 防線推了上去的 將前面的人 就不用那麽翻那麽厚 其實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那邊 另一邊是大樂志 或者是什麽呢 我們就反而會 另一邊 就是兩邊的 集合會多些少 是去了 就打一個 3522 那樣的陣式 就是變成這樣做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主要是主攻 還有彈下 是很喜歡 用這個陣式去做的之前 但是因為奈何這陣子 始終那些對家 是比較主攻 都壓得很淺 所以這陣子是少了很多的 那這個啦 其一啦 那提其二呢 剛才說薩碧沙的問題 那我看回 我們說最近那一場 看歐霸那一場 其實薩碧沙 其實他主要的 他反而不是踢攻中位 他反而是 他變成了一個 中場中 是一個快捷 他那個HITMAC 其實都走得挺多 就是他主要是 由攻轉手 都射了幾球球的 都見到 都有兩球左右 我看到 那其實他有Block Shot 也多的 還有他主要是靠左邊的 落到底線的 有幾個位置都 那所以其實如果薩碧沙 其實如果將來 就是好像Tazwood那樣說句 Buno不行啦 或者什麼 那我覺得他變成了三個中場 變成三個 不是替攻中的 因為 變成三個中場 由頭 打到前面的 那如果是 想 用到薩碧沙最多的話 就 我覺得他可以 他的泛用性其實是幾高的 因為他前面都做到一個效果 是的 謝謝 下一個 好 麻煩阿Ben 那我就交好時間 麻煩阿 首先回應阿哈瑋師兄 他說找薩碧沙打攻中 那我其實覺得 可能找薩碧沙打攻中的難治力 會更加好的 那就可以薩碧沙或者麥康配 那就是薩碧沙一個 那就是薩碧沙是膽 就是Tazwood說到 我們慘情到沒有了卡斯米露 艾力森 都傷了 那我就會 推薩 薩碧沙或者 或者是其他 那薩碧沙 那薩碧沙 那甚至 如果你想穩陣的 投穩的 那就是 踢個4 3 1 2 那我們 出了麥康廢 達薩碧沙三中場 薩碧沙 薩碧沙 落半格 踢個偽狗 然後前面有福仔 踢安東尼 或者 蘇爾 或者 加拿大祖 前面兩隻放狗 那就是 踢個4 2 3 1 2 的陣式 那另外 那另外 就 那 先看 BAC就說到 馬天尼斯 踢防中 那 如果 我之前 不是太同意的原因 是 因為馬天尼斯 上防中 就要 所以頂中堅 馬拉西亞 踢左閘 那其實我主要是擔心 馬拉仔 左路的防守 會被人針對的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都知道的 一出梭爾 譬如 左邊梭爾 右邊大陸 對面全部隊 都只是找大陸 搞他了 那譬如 出馬拉西亞 和雲比沙卡 那全部都去找馬拉西亞 探討他了 那我就是最怕 會被人 會 重點針對的 其實如果馬拉仔 左閘位是穩 那 那 AC 其實這個方法也沒有說不行的 那 但是我最怕是馬拉西亞 如果不行 要 所以 經常去幫他包 費特 又要下去 左閘幫他包 那 下下下來左閘幫你包 那我的防中 又會穿回洞 那 我就覺得如果要下下這樣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下下出一個球員 要隔離兩三個位置的球員 幫你包 那不如出來 因為你已經不升任踢過正選了 下下要人救 就好像之前出啊 普巴啊 出啊 麥佳亞 你又要其他人幫你 那幫得多少次啊 你都會令到你附近的隊友的體能急速下降 所以就我純粹是因為擔心馬拉仔的防守能力 那我暫時在這裏 很明白 謝謝AC 那我就補充一句 就是題外話 那 剛剛說起文盧或者明奈 剛剛就看到有個列項 他就入選了我們英格蘭國家隊 接下來的U-19 就是接下來的國際賽 出席國際賽的大軍名單 還有一個年輕人叫做Forsen 叫做Mary Forsen U-18的前鋒 對 好 最後一次了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關於今天我們的題目 究竟我們中場那裏 由現在去到季尾有什麼要搞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 今天整個大題目就說完了 我們做一個指令動作 好嗎 說五下之後 就和大家一起說 拜拜 好嗎 5 4 3 2 1 拜拜 拜拜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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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E